约伯纪第七章 人在世上怎能没有劳逸呢? 你的日子不像故宫的日子吗? 正如仆人窃目目影,又像故宫盼望公家 照样,我有空虚的岁月,也有劳苦的黑夜为我派定 我躺下的时候就说,我什么时候起来? 然而,长夜漫漫,我辗转反侧,直到黎明 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土块为衣裳 我的皮肤裂开又流浓 我过的日子比缩还要快 在毫无盼望之中而结束 求定纪念我的性命,不过是一口气 我的眼,必不再看见福乐 看我的,他的眼再也看不到我 你的眼要看我,我已经不在了 云彩怎样消散逝去 照样,人下阴间也不再上来 他不再回自己的家 故乡再也不认识他 因此,我不再剑指我的口 我要说出灵力的忧愁 倾诉心中的痛苦 我岂是洋海或是海怪 你竟然设手为防备我 我若说,我的床必安慰我 我的踏必减轻我的苦情 你就用梦惊扰我 又用意向惊吓我 以致我宁可窒息而死 也不肯保留我这一身的骨头 我厌恶自己 不愿永远活下去 任凭我吧 因为我的日子都是空虚的 人算什么 你竟看他为大 又把他放在心上 每天早晨,你都检查他 每时每刻,你也试验他 你到什么时候才转眼不看我 任凭我,咽下唾沫呢? 检查是人的主啊 我若犯了罪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你为什么把我当作剑靶 使我以自己为重担呢? 你为什么不赦免我的过犯 除去我的罪孽呢? 现在 我快要躺卧在尘土中 那时 你寻找我 我却不在了